南斯拉夫解体后,分成了哪几个国家,现在这几个国家的概况如何?在这里我先说一句,巴尔干半岛,第四川大点比青海小点,但是在欧洲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个火药桶,一战后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、克罗地亚、斯洛尼亚组成联合王国,二战后南斯拉夫联盟扩大到波菲、马其顿、黑山、科索沃等范围,提主问的应该是在二战争, 二战以后的南斯拉夫,到九十年代后解体的这个过程,当时的南斯拉夫地处南欧,靠近西欧,是冷战石华约对抗北约的前沿阵地,球迷们经常会谈起的一个话题是,如果如果南斯拉夫没解体,他的足球国家队,他的篮球国家队会有多强,如果看看直面实力,那确实是很强,可惜历史没有如果,我们就来简单看看南斯拉夫, 的一个解体过程,二战以后,南斯拉夫成为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,由塞尔雷亚、科罗比亚、斯洛尼亚、黑山、波黑和马其顿组成,建立了以铁托位总理的临时政府,在六个共和国之外,塞尔雷亚共和国还有科索沃和福伊普丁纳,作为两个自治省存在, 虽然南斯拉夫在形式上是统一的,但是其内部种族和宗教、文化等都极其复杂,一旦没有强权统治就极其容易出现分裂局面, 1991年6月25日,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,克罗比亚紧随其后,宣布脱离南斯拉夫,但是,克罗比亚境内的克拉伊纳自治区,宣布脱离克罗比亚,独立。 1991年9月25日,马其顿宣布独立,1992年3月3日,波黑宣布独立,2003年南斯拉夫更名为塞尔雷亚和黑山,2006年,黑山也独立出去,2008年,科索沃子之区宣布独立,最终,昔日的南斯拉夫解体,成六个国家和一个自治区, 其中,斯洛文尼亚是前南地区中最富裕的地区,克罗比亚和塞尔雷亚是世仇,马其顿是在这几个国家,中经济水平较低的一个国家。